先繼續來看的是 北朝北天宮經過多處的經驗 目前所看到是 日本時代已久英雄年的建局 同時是由大陸張宗明師 陳映斌的主持 任由師父對中做的 做法是典現到發熱和政治的方式 這回北朝北天宮 告一收好之後 文文卡一站 毆毆的香煙作品 也變得真發熱猶豔 北天宮由於行為頂性 兩年來受見不斷 向早是在空氣五四年 各見重點含百點 慶容加強 內自於當地年間 台北每個半世紀就進行收見 內自於日期四季 也就一世完一九英雄年的第四次收見 同時拼車 張宗明師丹映斌伊貴塔主持 並採用對中做的方式 自當時拼車兩位西府主持 也修開日本歌風 補助台灣廟宇收見先禮 日中廟宇最主要做法是 在廟中山以紅部來隔開 相逢六四季 還有順利港人 進行四季 當台全部完成後 再將紅部打開 至於兩邊四季所做的工法 水下才失敗 由信徒主行評論 我們所看的 佩廷宮的鼓勢的木雕 我們所看的就是它的對場做 對場在我們全台灣有十多間的宮廟 有做這個對場 我們佩廷宮是其中一間 我們在做八年前 我們在經營三川的時 當秋冰 大冰這邊 由陳應斌大師來施作 我們的小冰 就是我們的好冰這邊 由郭塔大師來施作 當時的時 中央用一個粉金山 用一個紅包帶起來 兩邊四季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大家都不要稍微看 大家結工夫就對了 在拼中 拼工夫 所以我們所看的 他們呈現出來 就是非常有敵性 非常優勞的木雕 在郭汝京也表示 對場做的工法 在台灣大學有十多間廟宇蔡翁 在佩廷宮對場做工法 是嘉義地区為了一間廟宇 在京外這處 古籍收穫後 也讓原本比 香煙 粉烙的作品 便利花勒清楚 民眾來跟佩廷宮膜拜時 也可一順道來關上 我們在一間的對場做出法 另外這處 古籍收穫特別邀請到 高吉桃國保吉塞夫 林哉憲 以及富城蔡偉大師 丹修伊丁朗 將是古籍收穫 任佩廷宮地 教主 蔡索雄 並精添很多藝術進步 謝謝你們 將來請佩廷 蔡宏 報道